咳嗽一周,12岁男孩硬扛成白肺 医生提醒,出现这几种情况要就医 在寒冷的冬季,一位12岁的男孩因为持续的咳嗽一周而被紧急送往医院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 家长并未对其症状给予足够的重视 直到孩子的肺部X光显示出了白肺症状 这个医学术语让家长们心惊胆战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健康提示 咳嗽不仅仅是小病,它可能是更严重疾病的前障 必须得到适当的关注和及时的治疗 一,男孩病例分析 一,病例背景 这位12岁的男孩在一周前开始咳嗽 起初只是肝咳,随后伴有痰 家长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 给予了一些家庭疗法和感冒药物 但病情并未得到改善 二,家长的初步应对措施 家长最初选择了观察和一些非处方药物 希望咳嗽能自然缓解 症状恶化成为白肺的过程 随住时间的推移 男孩的咳嗽并未减轻 反而出现了呼吸急促 发热等症状 家长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紧急带他前往医院 三,医院诊断和治疗措施 在医院,医生对男孩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包括血液检查和胸部X光 X光结果显示 男孩的肺部呈现出广泛的白色阴影 即所谓的白肺 医生随即诊断为肺炎并开始了抗生素治疗 二,白肺详解 在医学上,白肺是一个非专业术语 通常用来形容胸部X光片上 肺部出现的过度白色区域 这种图像表明肺部组织的密度增加 这种密度增加通常是由于肺部充满了液体或其他物质 如炎症、感染、出血或细胞增生等 在胸部X光片上 正常的肺组织由于含气量高而显示为较暗的区域 而液体、炎症或其他物质会吸收更多的X射线 因此在X光片上显得更亮 易导致白肺的常见病因 导致白肺现象的常见病因包括 一,肺炎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这是肺部组织的感染 通常由细菌、病毒或真菌引起 在X光片上感染区域会因炎症和肾出物积聚而显得更白 二,肺水肿 指的是液体在肺泡和肺间质中的积聚 这种情况可以由心脏疾病如冲血性心理衰竭 肾脏问题或急性肺损伤引起 肺泡中的液体积聚阻碍了正常的气体交换 导致在X光片上出现广泛的白色阴影 三,肺结核是一种油结核感菌引起的感染 可以造成肺部食变和节节形成 这些在X光片上也会显示为白色区域 四,监制性肺疾病 这是一组影响肺监制、肺泡周围和支持结构的区域的疾病如肺纤维化 这些疾病会导致肺部组织变得更厚、更硬 因此在X光上显示为更亮的区域 五,肺出血 肺部的出血也会导致X光片上的白色区域 因为血液比空气密度要高 六,恶性肿瘤如肺癌 肿瘤的生长也会在X光片上形成较白的区域 尤其是当肿瘤体积较大或伴有周围组织反应时 这些病因都可以引起肺部的失变 即正常的寒气肺组织被其他物质所取代 虽然白肺这一术语在医学成像中不具有特定的诊断价值 但它确实提示医生可能存在严重的肺部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在确定具体病因之前 医生可能需要根据患者的病逝 临床症状以及可能的实验室检查和其他成像研究来综合评估 二,白肺的潜在危害和并发症 未经治疗的白肺可能导致呼吸衰竭 浓胸等严重并发症 三,咳嗽的分类极其可能的严重性 咳嗽是人体清除呼吸道分泌物或异物的一种保护性反射 它可以根据其性质和持续时间被分类为肝咳 湿嗨,急性咳嗽和慢性嗨嗽 肝咳通常没有痰液的产生 而湿嗨则伴随着痰液 这些痰液可以来源于感染或炎症 急性咳嗽通常指的是突然开始的咳嗽 持续时间较短 而慢性嗨嗽则是指持续几周到几个月的咳嗽 咳嗽的严重性取决于其背后的原因 在一些情况下,咳嗽可能仅仅是因为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 如普通感冒所引起的 这种情况下的咳嗽通常不是严重的 并且会在短时间内自行缓解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 咳嗽可能是更严重疾病的标志 如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T肺结核或甚至肺癌 长期持续的咳嗽或者伴有血痰 剧烈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咳嗽 需要立即医疗评估 因为这可能表明了一个需要及时治疗的严重健康问题 4.医生提醒,何时就医? 1.持续咳嗽的时间预值 如果咳嗽持续超过一周 应考虑就医 2.伴随症状和警示信号 1.发热可能是感染的迹象 2.呼吸困难可能是肺部疾病的征兆 3.胸痛可能与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相关 4.咳血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标志 5.持续性咳嗽不缓解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医学评估 6.咳嗽伴随消明音 可能是哮喘或其他气道疾病 3.特殊人群的注意事项 如儿童、老年人等 儿童和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可能较弱 需要特别关注咳嗽症状 5.预防措施和家庭护理建议 1.合理的生活习惯和饮食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提供均衡的营养 2.加强免疫力的方法 定期锻炼 保持充足的睡眠 适量补充维生素 3.咳嗽时的自我护理和家庭护理 保持室内空气湿润 多盐水 必要时使用蒸汽吸入或咳嗽糖浆 4.预防咳嗽恶化的行为指南 避免接触烟雾和污染物 避免过度用洒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 咳嗽不是小事 尤其是在儿童身上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家长和公众需要提高 对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 并在出现症状时及时就医 医生建议 在咳嗽伴随上述警示信号时 应立即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医生建议 对于 刀起来 最后的刀起来 我们再对于 刀起来